我想说到底搬车是几点开 民众冒着风雨来到台东车站 询问列车消息 想好应变对策 火车没有开的话怎么办 没有开我现在有一个计划 就是说请我哥哥他开车 送我到花莲 我再从花莲到台北 4号中午之后 台东北上及南下列车陆续停驶 有行程安排的民众虽然心急 但是火车没开也只能继续等待 经过确认因为风雨评估 仍然有安全上的考量 台东站的通车时间还要延后 我们台东的发车状况 18点以前不管是花东线 以及南回线全部列车都停止 傍晚6点后的发车情况 会在下午2点之后公布 建议民众出门搭车前 先上网查询掌握列车资讯 而台风期间未搭乘的车票 一年内都可以办理退票 在新闻黄文旗 邓明仪台东报导 中秋节目发行写了